当然很多人都希望能够领到纾困 只不过全台42万名的兼职跟工读人员却没有办法拿 因为针对没有一定的雇主还有自营工作者的纾困项目 你都必须要加入像是职业工会像是劳保 可是呢很多工读生并不是 所以基本条件不符合领不到钱 仔细折着每一个餐盒在餐厅工读的小家 因为疫情冲击餐厅生意跌落谷底 自己的班表也被砍到一周只剩下几天班可上 收入直接腰斩而受到影响的不止他 带着学生尽情享受滑水的速度感 担任兼职滑水教练的Daren 三级警戒完全无法再教课 收入也瞬间归零 像他们这样的兼职工读人员 根据统计全台湾就高达42万人 但他们想申请纾困补助却处处碰壁 有想要尝试申请 但因为我们是兼职的 所以就没有补助到 因为看看纾困4.0方案 工读兼职人员归类在 无一定雇主和自营工作者 必须要先加入职业工会劳保 年度所得也有限制 若符合条件可领1到3万补助 但工读兼职人员并非职业工会劳保 光第一关就无法通过 就算企业想帮忙申请 但也只限定用正职人员计算补助 工读兼职同样不算在内 政府补助的的确就是正职员工 但是我们店内除了正职员工以外 其实也有工读生 我们要帮他们申请补助 也申请不到 话说得很无奈 毕竟想帮员工却完全帮不上忙 而纾困领不到 也让许多人真的快要撑不下去 桃园这名男子一走进警局 不断鞠躬 让远景一头雾水 原来他生计受影响 连一餐的钱都付不出来 才会找警察帮忙 还有在电影院打工的网友 PO出存款只剩下不到一千元 一天只能吃一餐 疫情冲击各个产业 许多人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只盼望纾困不住 能将他们纳入口律 不要再看得到吃不到 三立新闻小语 这是周凯